- 成醫教練先生首先恭喜你們打進HPL四強 那當然這一天在不管是台北或台南有打國中遺囑 那你自己本身也會到國中遺囑去看這些副賽或是決賽 所以你覺得為什麼要去找國中移組的球員 為什麼要去找國中移組的球員 因為國中移組其實有一些移住之憾 他可能常常被沒有人看得到他 國中移組跟國中甲族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國中移組是看的是他個人的能力 因為他在國中移組他可能是他唯一球隊的唯一 那他各項的數據都要混 那我學長本身是蔡文誠 他為什麼那麼厲害 就是他以前在張斯大的時候 他每個所有的數據他都要混 所以他上了SBO他就要本土洋將 那其實他在他的國中移組 他們只是訓練上稍微不足 但是他還是有他展現天分的機會 那他永遠往往他藝人球隊的時候 他什麼東西都要做的時候 其實無形中他什麼樣的能力他都具備 所以站在你是高中校園的立場 你看國中移組的球員你在選才的標準 招生的要求 你會著重在哪些方面 移組的球員就看他的個人能力 那甲組的選手我們就看他的 他的團隊的合作的觀念 他不是一個很獨的選手 或是他不是一個很高傲的選手 他是很配合團隊的選手 我相信這是我們比較選擇的一個要求 那移組的球員就是我們看著他的潛力 他可能沒有那麼好的觀念 他沒有那麼好的基本動作 但是他有非常好的條件 對 然後甚至他什麼都會 好 那像你來看啊 你們是新竹的學校 你看了新竹的學校 你有什麼看法嗎 我們一直在推廣新竹的國中的部分 那其實這幾天都是移組全國的聯賽 那我們當然來關心一下新竹球隊的發展 那本身我們也是有 偶爾會有跟這些國中的部分去做一些交流 那就是希望這些球員可以 逐步的看他成長 甚至未來有機會到公布中學 要不要影響 要不要影響 達到跳舞 阿水